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中国一带一路 参与提出以来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因为参与一带一路 背上所谓的债务负担 落入所谓的债务陷阱 相反 凡是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 都得到了很 这个快速的发展 像我们东南亚国家 南亚国家 现在平均增速都5%以上 都得益于一带一路 所以所谓的债务陷阱 是个伪问题